各位歐江区的來自創新京坡的朋友 我下來要介紹 主持人歐雙区的好雙人 他是有興人 下一位我要介紹的演講者呢 就是工人黨後港區候選人 饒興榮 接下來要介紹的演講者 是工人黨後港區候選人 邀興隆 謝謝民主長 歡迎大家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歐江区歐雙人 有興隆 我是長者 有興隆 對 到歐江区下一個十年 後港區選民 誰將一切又一切 該面對 驚動黨 人家檢視界 兩民競爭政策 往事僵定 勇敢在 議題黨黨 和老爺僵信誓 感謝 老江人勇敢將大家變成將我揮手驚慧 我有幸受到威牌到老江區變成 我感到很少榮成 也很少夠真大改變了 沒問題啊 安啊 有笑 我為技術留著驚慎射以創立為命核武的證明 等身 我希望能大驚等身核勒 減力之下能能能引以為考驗 我希望大家集體驚人黨 投我一票 親愛的後港選區居民 大家晚上好 我是後港區候選人 饒興龍 我是潮州人啊 在過去的二十年 後港選民雖然一次一次面對這個 行動黨軟硬兼施的兩面競選政策 還是堅定 勇敢地支持工人黨和劉承強先生 後港人的勇敢和堅定的精神 讓我非常敬佩 非常非常敬佩 我有幸被工人黨委派到後港區竣選 感到非常榮幸 也感到很大的壓力 我希望大家支持工人黨投我一票 謝謝 在過去的十年裡 我有幸和劉承強先生密切地一起工作 向他學習 劉承強先生的確為我 奠定了一個非常堅實有力的祭祀 我將會繼續劉承強先生 他全力為您服務的精神 讓我們同心協力建立一個人人引以為豪的 我是後港人的社區 我相信我們都認同 一個以人為本的人文社會 應該建立在人的尊嚴 多元化 寬容 尊重 和機會平等的基礎上 讓我們共同努力 使後港成為新加坡 自力建立 以人為本社會的前衛於頂峰 這幾年來 新加坡的社會繁榮了不少 即使有人說我國是第一世界國家 怎麼樣的第一世界呢 我們是在全世界四十二個國家 貧富差異最高的第二國家 由於更高的生活水平 同活膨脹的種種因素 今天 貧苦的家庭感到 越來越難在我們的社會裡生存 另外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我國過度依賴外勞 也造成了很多問題 如擁擠 房屋問題 以及私人空間 漸漸被侵占的現象 這清楚 表明了新加坡 實際需要一個 有強大的反對黨 對不對 也要一個第一世界國會 對不對 這樣 一個有效的監督和制衡 體制 才能在國會裡扎根 很重要 人民的生活才會有保障 新加坡才能發展成一個 真正第一世界的國家 發展第一世界國家 非一朝一夕 這個過程 需要大家的努力 大家會努力嗎 真的嗎 不夠大聲 會努力嗎 謝謝 我們一定要團結起來 好嗎 真的嗎 爭取實現一個 政治平衡的新加坡願景 在工人黨同心協力下 我們一定要建設一個 負責任的 理性的和受人 尊敬的政黨 現在的國會 84個議席 82個議席 82個議席 都屬於白衣白褲的人 女士們先生們 平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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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平衡嗎 工人黨欲請您在5月7日那日 給予我們您的授權 以國家利益為主 為民服務 好嗎 好 今天我們正處在另一個新起點 歷史的轉折點 讓我們共同努力 去見證 這個第一世界國會的到來 好不好 您給我的授權 將是實現第一世界國會的保證 通過集體力量 我們將會創造更美好的新加坡歷史 好不好 好 請把票投給工人黨 邁向第一世界國會